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,現在又要再一次和大家再插播一條與疫情相關的消息。 根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公佈, 今日下午再新增兩宗輸入關聯病例是澳門第69及70宗確診肺炎病例。 兩人都在金王冠中國大酒店裏做保安。 第69例的患者是男性,曾經在中國大酒店10樓工作及帶過第64例輸入病例入房, 沒有在金寶萊酒店裏做。患者在9月14日晚上進行隔離醫學觀察, 9月16日、23日、24日、25日的核酸檢測都是陰性。 今日經過核酸檢測顯示陽性確診,患者在2021年5月29日及7月3日已在澳門打兩劑國藥疫苗。 第70例的患者是男性,曾經接觸過澳門第65例輸入關聯病例, 患者在9月14日晚上進行醫學觀察, 9月15日、22日、24日、25日核酸檢測顯示陰性。 去到今日28日核酸檢測顯示陽性確診, 這名患者在5月22日及6月25日在澳門打了兩劑國藥滅活疫苗。 現在兩個患者都沒有任何不適症狀, 到目前為止,皇冠中國大酒店已經有5名保安確診新冠肺炎。 協調中心說對於醫學觀察酒店會採取加強措施, 現在在中國大酒店進行醫學觀察的150多名住客將會遷出, 這間酒店不止保安及清潔員, 其他員工都需要接受隔離醫學觀察。 上邊就是今次的新聞內容, 到現在為止,同一間酒店出現了5宗確診個案, 都真是幾激假。 如果是在酒店有戴口罩傳到的話, 我都真是好擔心澳門會不會有社區個案。 因為你睇返他們今次這幾宗, 都是要驗了幾次才查到有確診的。 現在那裏住近150人都要全部緊急遷出, 今次這宗真是大影響。 現在9月18號, 11應該都不用至意開關, 可能連出去珠海面隔離都未必可以這麼快放寬得到。 今次這宗真是不知要搞多久。 今次再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 我們下集再同大家更新其他資訊, 大家有啥想講就在下邊留個言,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拜拜!